等一下 林同學 請你尊重一下我們評議員好不好 對 尊重一下評議員 你這種態度 我想 只有今天你才可以得這樣的高分 你下一次可能會再淘汰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林同學 我們來看一下許人傑會帶來怎樣的表現 好累啊 愛情寂寂可為 這條路走得很疲憊 想要趕過勝敗 自己卻在 終點卻崩潰 哇 好感人哦 剛剛我們林老師都已經哭出去了 看一下林老師給哭的分數 5分 你要有好玩 可以給我一點時間 好 我們來看一下 許他那眼睛1分 Yeah 我不知道他怎麼看 也是5分 他不把它當作是一個歌唱比賽 他把它當作是一個朗讀比賽 你不用帶來的表演是 我的新歌 不安靜的夜 不安靜的夜 那我回到了當年我在參加朗讀比賽的時候 我也是這樣子跟我的評審老師做自我介紹的 那後來進入他的表演之後呢 他把椅子翻出來那一剎那 那我哭了 老闆讓我們說爆鐵 拜託 下一位 爆鐵 累了躺在堆滿星星的城堡 過了就好 你哭 為什麼呢 他非常的專業 他拿了一個麥克風 對 這是大家都沒有做到的 爆燈 哈哈哈 現在我會猜猜妳在幹嘛 對啊 現在會在幹嘛 就是 好家大有他 讓這個節目提升了他的 品味和質感 你只用一支筆 你就可以發揮到零一件事 不用像 剛剛前兩個同學 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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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太多了 over掉了 那我覺得 恰到 恰到好處 其實我不過 經過一輪比賽 四位都是同分 都是比賽 卻一頓要分出輸贏 所以最終的 生殺大拳 就落在導演身上了 OK 經過一輪緊張的 評分之後呢 我們剛才幾位評審 一致認為 最低分的得主是 林佑嘉福選 為什麼呢 因為他剛才一開始唱歌 聲音太小了 我們收音師都沒有收到 可是 可是你有什麼想法 要告訴大家 我很難過 沒想到就是 平常我都是安慰他們的 今天晚上 是他們來安慰我 我覺得 那玩手會繼續加油 是怎麼可以 其實今天在這邊呢 也非常開心 可以見到四位 也這麼開心的 聊過天之後呢 會一直想念你們的 所以你們一定要答應我 下次再來香港的時候 一定要再來 上我們節目好不好 拜拜 今天節目就這樣了 謝謝大家說拜拜啦 拜拜